HELLO,我是Ken,欢迎来到Ken Guitar Workshop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帮一支这部吉他更换弦线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后有任何问题或意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记得like和subscribe HELLO,换线第一步是先拆弦线,不过在拆弦线之前 我们要做点准备功夫,就是在这个位置铺上一块布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在高音线开始拆起 先放一个圈,这样放一放,然后开始放低音线 不断地重复做,可以脱下线已经松开了 接着步骤就是拆弦钉,我们换一个拔弦钉的工具 将盐钉续续续拆出来 拆的时候,左手捉着一条线,右手拿着工具拆出来 如果大家没有工具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用一块布,放在这里,然后用一个扁嘴鉗 这样找回盐钉的位置 小心点,不要很大力夹,不是盐钉都夹断了 然后就拆出来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拆弦钉的时候 那条线有机会就会卡在这个洞里 那我们就可以用手在下面摸到那个洞,然后把那个玻璃续续推一推 那条线就可以这样拿出来 好,接着呢,有一个很紧要的工具 就是要将这个塞道,用一块胶纸,似着它 当松下盐钉之后呢,接着来我们就可以插琴头这边的弦线了 那我们左手捉住这些弦线,然后呢,慢慢地在这里 这个,就是选轻这个位,慢慢地插一些弦线了 那记住一定戴手套啦,那如果没有手套那怎么办呢? 那到我们这块布出动的时候了,这样包住它啦,接着这样插 在安装弦线上的吉他之前呢,那首先我们要讲一讲解 如何将一条弦线安装在一支木吉他琴桥上面啦 将一条弦线插进洞里啦,弦钉这里有一条坑 这条坑呢,一定要对着条弦线的,这样插进去 那个玻璃尾刚刚好逗到弦桥底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装弦线了,弦钉,弦线,弦钉有条坑的 对着这个位置,对着它啦,插进去,然后抹一抹 好,接着再查多一次,查到这些玻璃尾 是不是已经紧贴着琴桥底部啦 好了,讲完上琴桥的部分之后呢,到上吉他头的部分啦 我们拿了最粗的那个玻璃尾啦,那我们会先上了 首先将一条弦线穿过,你要上那个玻璃尾啦,拉直它 我们在下一个玻璃尾的这个位置摘一摘 接着呢,将一条弦线拉后,直到刚刚摘完这个L位 然后呢,右手托着这条弦线,千万不要将这条弦线 那么快摆到这个位置,那我们暂时就会用手托着它啦 接着,弦线头的这边,一定要在上面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上弦器,帮手去上弦线啦 用一个食指,这样按住这个位置,那右手拉住它啦 那上到这样下之后呢,那条弦线就可以放回上脱槽上面啦 那直到我们上下六条弦线之后,就可以慢慢再吞音啦 好了,你会见到刚刚上完这条弦线呢 是刚刚可以两圈半在器材上的 那我们的弦线呢,是要去到边缘这个位置 那你记得看到这个Low E 线这个位置 这条弦是刚刚好,压到这个位置的 那我们接着上A线这里,都是一样的啦 好了,那问题就来了 那D线这个器材这个位置,我们下一个位置是没有的 没有器材的,那怎么办呢 亦都是将一条弦线拉直啦 用一右手抓住这个位置,将一条弦线拉后一个器材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摺一摺啦 穿下去啦 做回同样的动作啦 那如果我们上高音线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预长多一点都ok的 那我自己的习惯呢 就是在G、B和E线这里呢 我会预长一点去上的 那弦线就上了 那接着我们就会调音啦 因为我们现在上了新的弦线啦 新的弦线呢,是特别容易走音的 那我们会做一个动作的 那些动作呢,用右手手指托住啦 跟着呢,手指弓这样按下它啦 那拉一拉它 那那条弦线呢,就会走音的啦 走音完之后再tune啦 好了,弦线已经上了,上好了,tune好音啦 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剪了那些弦线啦 那我们就会拿一个扁嘴铁啦 那我们就会拿一个扁嘴铁啦 那我们从最外面那些弦线开始先先 那剪的时候呢,将线头按一按低它 那大概剪了那些弦线啦 那剪完之后呢,它应该都会走音的 那重新再吞过啦 那整个步骤就OK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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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组的字幕组的字幕转 McG суд